穿越管 走你 你别跟他玩过 我爱玩过 这是 过来啊 台上台下 牵着的感觉 戏里戏外 人生风吹 演员 可以在一出戏的时间里 体验一生的悲欢礼合 也必须用一生的时间 汲取和思考 在短短一出戏中 绽放喜怒哀乐 别离开我 今晚 王牌一时成招募演员 王牌家族和重嘉宾 将参加表演考核 竞争出演机会 回归表演初心 重温演艺之路 欢迎王牌家族的 四位成员 你们今天这个课题的造型 是有准备来的是吗 我这个好像就是 第一部话剧的时候的 这个定妆照 想吃麻花那个 想吃麻花献给你 花花这事有讲究吗 出道的时候 刚入行的时候的 那个感觉吧 对 因为那时候刚入行的时候 经常会戴一个眼镜 也像这样没有镜片吗 上镜的时候就没有镜片 要不然反光 这是我就是第一部电视剧 那个平平的爸爸 里边那个造型 是吗 是 丁姐姐只在不哭的平平找爸爸 我真是16年的时候参加一个音乐大师课 对 第一次登上台就穿的这个衣服 今天来到我们这个王牌映城的另外四位 都是实力派的演员 就是想赢你们他们才来的 欢迎他们来到现场 我们欢迎金海露 鲍贝尔 弹剑刺和金星 来 实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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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大家好 我是金海露 我今天是来竞争王牌对王牌的主节 大家好 我是嘉宾队的底牌 我是演员弹剑刺 你是大佬 底牌 你是我的底牌 大家好 我是演员弹剑刺 大家好 我是目前还没有什么作品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实力派的金镜 谭建茨这事是剧中的吗 对 我这是剧中沈亿的衣服 还有沈亿的画包 超门的吗 张局在这呢 张局 对 对 你们进我办公室就不能先敲个门吗 演员我们在这个剧中扮演的角色 可以感受到人生的酸甜苦辣 同时也会结合我们自己很多的人生感悟 对角色加以演绎 今天呢让我们时光倒流一下 回到各位刚刚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那一瞬间 同时也可以带观众去感受一下 一个好演员是如何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 我是工会特派下来的这个演员副导演 我是导演的女儿 同情宝导演在哪儿呢 两队的口号我们今天先来听一听 王牌家族 水族不服 实力演员 专制不服 这有点太过了吧 就是专制不服 专制不服 就是直指我们 直指 我告我爸去 哈哈 哈哈 各位演员们 既然我们今天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考核 我们要请出专业人士呢 对各位的演技进行一个最终的判定 Vivo 王牌时刻 接下来掌声有请今天的王牌人物 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教授 王静松 老师有请 实力见证王牌 时刻记录精彩 Vivo 王牌时刻 老师好 好 小松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北京电影学院表演专业的教授 我叫王静松 王老师 王老师不仅是教表演的老师 是 同时也担任过十年 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的这个副院长 对 一直负责逆考的总考物 对 就是后勤和行政 对 这每年考咱学校的 我那么一估计 得上万人吧 每年呢 都得是七千八千九千 反正还偶尔还超过一万 就是这一个专业 然后呢 学校的 上万人最后的时候 可能是七十人或者八十人 那肯定很多很多优秀的人才 就此就错过 所以说我常说 招生可能也是一个师生 那如果有孩子想来考的话 他有哪些是 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比如说 为了看这个考生的这个自然条件 他需要素颜 咱们好像各种王牌队 都是挺素颜的 我觉得 对 纯素颜 老师 我们也是跟那些考生一样 发现了一种叫素颜装 还有一些考官 特别反对这个整容啊 整形啊 就是说做些手术 沈腾就一刀下去 就会损失掉 百分之十五的微表情 那你像我这种一眼戏 满脸跑眉毛的 我是不是反而应该做一个 沈腾这个基本不用 你这已经松懈了 但是我们很多很多观众 都喜欢沈腾的这点那个 松松哒哒 松松垮垮的感觉 我也很喜欢 谢谢 真的 现在离那个一考最近的是小童 对不对 对 小童当年我觉得是光彩夺目的 他不仅是这个专业的最优秀 而且文化课也是最优秀的 文化课考了五百多分 小童 对 学霸嘛 谢谢老师 在见次考试的时候 有发生过什么 我那时候是刚好录过中系 然后中系那时候在招生 然后我就问了 我说报名费多少钱 他就说五十 我说五十还行 然后我就考了一下 然后考到一半那个准考证丢了 后来也是补回来了吧 但是后来别的大学给了我一个保送的指标 我就去上别的大学生 去哪个大学了 北京体育大学 就这么跟我和甲林错失了吗 是 不然的话 你们在学校也碰不上了 那起码毕业了能寒暄两句吗 再问王老师 就是那么多年了 如果一定要让你选一个 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考生 你会选谁 我记得在2000年的时候考试的时候 是集体小品叫《合理有余》 大家听清楚了 好 一群人就商量 互相 你也我男朋友吧 你也我爸爸吧 你就是互相的 反正有一个人被推来推去 你看那个人就是带一种愤怒的那种情绪 他总是凑不进去 就是他一直是被排挤 他没有机会上场 愤怒 愤怒 然后有一些考官是很有慈悲心肠的女老师 意思 同学 这得因为他时间很短 得上啊 他就看他实在没辙 他上场了 上场以后 他做一个字式 他演鱼 你们都看不出来 但是很多老师看不明白 说人家那面是集体小品 又捞鱼啊 又野餐 他在那一直 《合理有我》 但是呢 他那一瞬间打动我了 我觉得他演的那个鱼太生动 太可爱 太好了 我特别特别喜欢 我为什么要说呢 我就因为今年呢 我看到他的作品 就是刚刚演的非常非常轰动的 叫《这个杀手不太冷静的魏翔》 魏翔啊 对 翔哥 魏翔一直这么多年来都跟我说 特别感谢王建宗老师 我喜欢 我很喜欢他的表演 谢谢王老师这一轮的分享 这样各位演员们 王牌剧场今天招演员 要挨个进行考试的 既然说到了这个升台行表 咱们就从翔哥的行当中借鉴借鉴 我们从行开始考 好 接下来就要通过一个游戏 考核一下大家的台词和表演功底 马上进入这一关 《声情并茂》 我判断王牌 我判断王牌 我判断王牌